誰都知道飛機起飛和著陸時不能用電話 偏偏這位機艙事務將職級的空少 就在這時掛著按手機長達超過5分鐘 還要明目張膽而似黑晚睡 找整機人的安危交飛 真是多得他不少了 這件這麼離譜的事 是曾經任職空姐的劉小姐揭發 她在7月初 乘搭一班由香港飛往曼谷 編號CX-755的航機 當飛機準備起飛 廣播提醒乘客要關手提電話裝置後 又沒多久 劉小姐發現該名空少使用智能電話 而且不是一次半次 當飛機在曼谷機場降落時 又再見到他坐在同一個位置 拿手機出來打底頭看 甚至閉上眼疑似黑著 劉小姐說航班降落後 已經多次圖謀並謀發送電郵向國泰投訴 但國泰回復膚顯 由以內部原因為由 拒絕交代調查進度 經過這次之後 劉小姐擔心同類事件再重演 又說以後未必會再選擇國泰 因為其他航空公司的服務更好 國泰航空證實接到有關投訴 又說已經向攝氏的空少了解 得惜他當時正以手機查閱相關工作程序 也已經向該名同事重申 國泰非常重視服務質素 執勤時要保持警覺 表現專業 而使用手機查閱資料 也需要在適合的時間和場合 有資深機倉服務員就說 起飛和著陸時 絕對不容許空中服務員看手機 而坐在緊急座位的人員 更加是負責協助乘客 在空冷時逃生 主宰全機乘客安全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下面 Nature 4 4 9